哈囉 我們隔壁餐廳要換人做了 以後你們可以來吃燒烤 還有那個什麼烤魚 就是那個小草那種 晚上在喝啤酒的 對我來講的影響就是 原本我們隔壁的日本料理借我放這個魚缸 結果不到 不到半年 他就沒有要做了 他就盤給人家了 然後新的餐廳他有他的規劃 他這邊要做CN區 然後所以這個魚缸就沒有 他就沒有辦法借我們擺 這個魚缸是 這個魚缸我要便宜賣 他是6.35尺耶 6.3吋半 那這個是發財尺寸喔 6.35尺 然後寬是2.2 然後高是2.9 然後底下的價值高也是2.9 然後這個是一個發財尺寸 然後他 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他搭配的是黑色玻璃做的 黑色玻璃做的乾絲分離 然後上面再加黑抽屜 所以整個 其實滿整體 滿好看的 就是一個上布缸就對了 然後 這裡 這個魚缸我們做的 當初 報給客人是2.8萬 他是10mm全強化 然後上面的拉條是雙拉條 所以可以承載乾絲分離 他是10厘米的 那個 拉條 然後雙層 所以很堅固 然後他的架子 來看一下 他不是一般的木板喔 他是這個很好看的黑色的 有雲層 有雲層 有雲彩條 條紋的這種木板 然後 做拍拍手的設計 裡面還有那個隔板 然後你看 連裡面的板子都是好的 然後再一個重點 就是說 他不是一般的 他不是一般的鐵架 他不是一般的木架 他是白鐵架 所以這個 這個是要拿硬幣出來 他是白鐵架 用的白鐵架 然後再做黑色的 黑色霧面的粉體塗裝 所以這個架子 其實比魚缸還要多淺 這個架子 3萬2 因為光架子粉體塗裝 可能就2萬多 再加上這些 全面都是那個 同樣的木板封起來的 連背板都是 然後 上面的乾絲分離 過濾槽是1萬5 然後用了一整袋的龜藻球 1萬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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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萬 然後有一支5尺的燈將 一支6尺的烈火神燈 在這裡 來 我們來看一下他的細目 6尺的烈火神燈 然後一台給魚的 1萬8的6500塊 然後一台加溫主機 配兩支 4百瓦加溫棒 然後一台魚呼吸 010 在那邊 3500塊那一台 最大台的 然後還有一個磁刷 1千塊 然後這邊總total起來是 11萬 11萬5千元 那其實我們的 我才算幾樣的大成本 它可能就超過6萬了 11萬5千元 我原本打算是要賣5萬 那但是有一個前提就是說 其實我就是不想搬 因為這個放步鋼其實 你們找搬家公司搬 我會介紹給你搬家公司 譬如說他胖看他報價 5千6千 還是8千 你千萬不要放二樓 這就是他剛才放二樓 沒辦法放你搬 你知道嗎 然後你 貼補你搬家公司的費用 所以 我賣你們4萬5 要的人跟我們聯絡 因為 我大概就是 這影片發大概就是一個禮拜 如果超過一個禮拜以後我可能 其實我想要把它拿去鄉下我的 我們鄉下的房子那邊 然後我裝個自動維持器 然後我裡面兩支那個短身的白紙銀袋 那一缸太擠了 把兩支白紙銀袋養著 然後你看 你轉過來看 然後後面的背景我會換成黑色 你就整個都是黑色的缸 然後有兩支短身的白紙銀袋 游來游去 可能會加一支紅龍 然後因為都會吃飼料 我裝自動維持器 也可能想要自己留著啦 因為 但是現在的問題就是說 我如果要自己留 我要搬 我還要跟人家借車 也可能叫搬家公司搬 也可能要借車 這種魚缸的話建議要4個人搬 搬家公司那邊應該可以出2個 還是甚至是 他們如果看 出到4個人這樣子 也是有可能 或者你找2個人 搬家公司2個人 魚缸比較重而已啦 魚缸比較重價值 會 一定沒有魚缸重沒有玻璃重 沒有玻璃重 那 我如果自己要搬回去鄉下 我就是自己還要再搬一次 那 如果賣你們的話 但是 如果只賣4萬5的話 如果只賣4萬5的話 有時候想要乾脆那個 留起來自己用啦 反正4萬5賣你我就不用搬啦 要不然的話我就搬去鄉下留起來用 因為 這樣子一缸的造價成本 我們改天這個缸可能還是會用 也會 還可以當展4缸 因為 他算很新的 這一缸 還不到一年喔 應該不到一年 最多也是一年多 回來我們店 客人養半年就不養了 然後他 回來我們店也才不到半年 所以整個都很新 像那個馬達什麼 打氣機那可能都只用半年而已 所以這一缸 11萬5 賣你們4萬5 前提就是你找搬家公司自己搬 我們沒有要 就是沒有搬你搬跟組裝 因為其實這個很簡單啊 那個原來的管子拆掉 你再把它 把管 把這一條上布過濾器的管子裝上去而已 就這樣而已 然後綠材 為了要比較清綠材會拿下來 都有裝一包一包 你再放回去這樣而已 兩個人很輕鬆 這個魚缸 如果我們的身手要半個小時就可以組裝完畢 所以就是 我沒有出人沒有出車 賣你4萬5 出人出車我是不想啦 因為我也要去借車 去跟人家借車也是欠人家一個人情 所以能夠用錢處理的就用錢處理就好 我甚至考慮我要拿去鄉下 我要不要考慮也 也用搬家公司 因為去跟人家借車還要再還人家怎樣 也就是欠人家借車啦 好 就這樣 這影片大概只會有一個禮拜 10天的有效期 不然我就可能決定留下來自己用了 有想要的可以考慮 6.35尺 2.2 對 2.2 2.9高 養一隻紅龍的話 養金龍跟養紅龍都是很輕鬆的 好 最主要是 北梯仔給 對 粉體塗裝 啊這種高級的 高級的這種 式式木板 齁 跟他的鋼體結構非常的用 我們只會讀他作用 好 好 掰掰